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英国政府部门24号下令 以安全考虑为由 在一些部门地点中 停用中国产的摄像头 就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 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力打压中国企业 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 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 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 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合作 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 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力打压中国企业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中国政府也将坚定维护 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